这次的货不错了 负好惊 KK 把门锁住 乔哥 怎么样 放心啦 老板那边 我一定会把话带着 好嘞 立川有什么级生活 有 有 有 肯定有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 略谦 你这个小兄弟看过去吗 乔哥 你放心吧 是讨过 没有问题 这怎么出了事呢 抢你紧着 走吧 帝王玉等着你呢 就一个靠谱 辽哥 没有 亲爱的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我女朋友在吗 那不都是你女朋友吗 你才有好多新朋友啊 行 走 看看你 走 走 刘哥 怎么了 我今天胃不太熟 就不去了 胃不去 怎么回事 赶紧走 走 不是 刘哥 我胃真不太熟 我说你 想小弟 进去就舒服了 嫌多才好玩吧 走走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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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咱们扫兮 赵哥 我小兄弟干啥玩 快点不好意思 我陪你玩 不好意思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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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т 滓 帅 杅 Ét 斌 我出品了 他也会有好 录上他 他也会有好 他也不会知道 他也会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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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好 今天我去学校 找过湛羽 立川的事 他一个字都没提 看来这小子 不是真心打算 给我们发作 他可能用什么顾虑吧 再给他一点时间 已经没时间了 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 他自己不好好珍惜 才怎么帮都没用 我明白你这么做 是为了季晓鸥 但是尽快不按 才是我们的目标 咱们得尽快掌握 小美儿和买家的交易信息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对KK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只能靠你了 我也是话告诉你 现在就连小美人 也开始起了疑心 之前还答应我 让我来负责运输 现在我提起这个事 他也开始转移话的一样 不会是你和季晓鸥 去沥川的事 被小美人知道了吧 应该没有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和季晓鸥 有任何接触 我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 他现在是什么 爱不爱的时候吗 只能委屈季晓鸥了 明白 一切一大举个招 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 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 那就索限给他一个机会 只要他对你死尽塌地 极力推崇你 刘伟就得让步 刘伟就得让步 好